北京时间,2017年的今天,2017亚冠四分之一决赛,四回合,上演了一场中超得比,也是史诗之战。 广州恒大赛主场5比1大胜上海上岗,最终点球遗憾被淘汰,在首回合的比赛中,恒大客场0比4不敌上海上岗,赛前很多人都认为本场比赛已经失去了悬念,恒大回到天体至少要打入四球且不能失球,这样才能将比赛拖至加实赛。 本场比赛上半场,凭借着外援阿兰的没开二度,恒大已经追回了两球。 高拉特捕食破门下半场比赛中,外援高拉特完成没开二度,尤其是在最后的捕食阶段。 高拉特接李学鹏传中投球破门,将总比分班位4比4,双方进入到加实赛。 加实赛上半场,汪家杰因半倒阿兰,累计两张黄牌被红牌发下。 上岗面临10打11的局面,浩克直接任意球破门加实赛下半场风云突变。 上岗外援浩克凭借超强的个人实力,距离球门30米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,为上岗再次取得领先。 第118分钟,恒大顽强地追平了比分,穆利奇停球准备突入禁区,王申超犯规,累计两张黄牌被红牌罚下并被判罚点球。 高拉特主打点球命中,恒大5比1领先,双方总比分战成5比5,进入点球大战。 高拉特罚丢点球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,高拉特的点球被力柱挡出,恒大遗憾地被淘汰出局,未能完成今天大逆转。 上岗则杀入四强创造亚冠最佳战绩。 广州恒大出场名单,曾成,李学鹏,金音权,冯潇亭,张黎鹏,徐欣,郑志,阿兰,高拉特,于汉超,高林上海上岗出场名单,严俊玲,张瑞,王申超,石科,林创毅,蔡惠康,爱哈迈多夫,吴磊,奥斯卡,胡尔克,吕文君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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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